晚上我还是不放心 再过来检查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给小鸟喂食 它在里面 有没有给你的小孩喂食啊 来走开 我检查一下 它没有咬我 拿出来看一下 树囊里面很多食物 已经喂吃的了 它已经会喂了 放回去给它 它第一次做鸟吗 它都不会互窝 来吃菜了 出来就飞到树上去采树叶了 打开检查一下小鸟看一下 你跑过来干嘛 走开走开 别来捣乱 去玩你的 这只小鸟是前天出来的 昨天跟今天都没有出小鸟 拿出来看一下 好像被吃的了 那天我就喂了一次 后来鸟臂它就会喂了 你看它喂的很饱 这嘴巴怎么有根熊毛呢 别吃下去了 今天出口第三天 很健康啊 比那天长大了一点点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好奇啊 这个长大了会是什么颜色啊 这眼睛是红色的 感觉会跟毛毛虫差不多吧 这不是给你吃的 你吃完了 等一下毛毛虫吃什么 走开走开 等一下把鸟蛋捉烂了 这两只家伙跑来这里捣乱 怎么啥事都有你的份呢 走开 开饭了 刚才不是给你吃过了吗 走了去那边玩 猫毛虫飞回来了 来 看你的孩子 看毛毛虫它很爱它的孩子 还轻轻的亲一下 满脸的父爱 它没有咬我 它不像那些母鸟 碰它孩子它就咬我 你刚才不是飞去吃草了吗 给它喂点 给它喂一点呗 看血壁还在上面拆树枝呢 看到没有 你老婆在上面拆树枝 飞上去了 把这些鸟蛋拿出来看一下 这颗鸟蛋也开始啄咳了 看到没有 裂开了 可能明天就出来了 这颗怎么欧进去了 是不是被它压扁了 这鸟的重量也没那么重 还剩下三颗鸟蛋 有一颗已经开始啄咳了 还有两颗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让它继续敷吧 都飞到这棵番果树这里了 这两只家伙真潇洒 小鸟出来了也不担心 出来到处跑 这母鸟出来除了夹树枝 没有别的了 猫总跑到地上捡啥子吃 这上面有很多水泥块 还有石灰 它们都捡来吃 在地上捡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吃 一会又飞到树上 一会又飞到地上 走了出来那么久了 回去扶小鸟了 看这里给你们放了那么多吃的 再开了一点奶给它们 来吃奶了 放到里面给它 放进去给你不吃 还非得抢我的 都是同一个苹果 进去了 它们都回去了 就这样吧 有啥情况我会第一时间更新的